在我穿越这点时空隧道 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时 突然前方有一个罐子 在罐子里面我发现了 有一堆金灿灿的东西 看这个水 在这个阳光的沉河下 醒到病率病率的 哎,看这里 这里还有围墙 当然了,这个围墙只是踩云断壁了 大概高度是一个50公分的一个高度 这里面可能就是猪人的 然后那上面是虫 这下面就是生火的地方 我们穿越了 猫猫快上来看 看这里的地上 你又看到了围墙 在它旁边的崖壁上 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花花 这个花花从这里一直整到了洞领上 看都是这种 也可能是某种种草药 我们还要回去设绳子 然后这个洞就摊在这里 我们现在返回 在返程的途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三叉洞口 现在猫猫跟着我 进去一起探一探 哇,这个洞口有点小啊 你看,这地上而且 它是有人挖过的 你看这些 是啊 这里面应该算有什么宝贝吧 不然没人来挖 这好像是个隧道啊 对,好像就是个隧道 而且你看这里 这里都是被人挖过的 这中间 这两边高 中间矮 刚好能容一个人通过 这会不会缺氧啊 这种干冬的话也可能缺氧 好,你先往前面探 哇,我发现一个罐子 发现一个罐子 那你拿出来看一下 里面还有红尖 那你拿出来看一下 哇塞,金灿灿的呀 感觉身体不舒服 都赶紧往后退 快出洞口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幅水上供定 水很绿,很难 在水中形成了一幅精美的化菌 在返回下山的过程当中 由于走错了路 我们来到了一片 四周都没有路的一片丛林 然后只能御山开山 御树砍树 我们出来了